-Cassie老師現在人是在哪的啊? -瑞士 -所以你們都在瑞士? -對我也在瑞士 -所以你們買這些書就是要就是 這扛回去還是付了高額運費之類的 -我都是強迫朋友路過瑞士帶給我 -強迫朋友路過瑞士 -對 -我們現在就空運 -現在只剩下空運,空運就非常的貴 -就只能回去的時候 -要行李箱多帶一點,回去裝吧 -回去裝,對 -我們以前有一年 -他有一年他帶了快100公斤的東西回去 -他們家三個人就有90 -就是 -人力搬運 -90 -全部都是書嗎?都是繪本嗎? -不是繪本 -是那個 -各種教材跟教具跟醬油啊 -就跟我們一樣啊 -我們每次回去都是這樣搬運工啊 -全部搬過來 -全部用卡 -因為寄空運真的很貴 -以前有海運的時候還可以寄很多 -現在沒有海運了,真的就太貴了 -現在沒有海運是指今年沒有還是因為 -沒有,我們瑞士 -因為瑞士的台灣人實在是太少了 -所以你知道不符成本 -所以郵局就取消了 -台灣寄瑞士的海運那個部分 -已經好多年了 -好的 -好的,各位我們現在on了 -好 -我們現在一下 -那個現在有多少人在線上 -有人要加進來的話 -我已經放那個room的link -在之前的留言裡面 -我們之前這一則的那個點贊數跟留言 -就是突破了以往那個偉論壇的任何 -真的嗎 -對對對,除了有一則是那個輕松學漢語那一波 -輕松學漢語那一個也是討論的非常熱 -也跟按讚超過200多個 -然後其他的圍諾 -然後第二個應該就是這一波吧 -那我們今天是講繪本 -那目前呢是我們三位 -是我還有在瑞士的Daby老師和Case老師 -那我先來開場哦 -我先講一下就是 -我先把現在 -老師有人進來了 -對 -有 -對 -就是 -我先講一下我今天會講這一本 -對,老師們出 -我看一下 -對,我現在我今天會講講這一個 -我先把其他人這樣子就 -對 -對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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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為什麼會是 -我們現在的畫面到底是哪個畫面 -好 -OK -那就是我今天介紹的這一本是吃飽飽餐廳 -我這一本是簡體版 -那所以它的翻譯是吃飽了吃飽了 -那大家如果之前有看過我在社團分享的 -我多年的最愛是這一本就是手套 -我剛才跟那個David老師講的 -我說我從那個兩歲多就是我朋友的孩子 -然後用到那種大律師總裁也都講這一本 -那他們這兩本一個特點就是一個 -共通點啦 -就是他們就是那種重複性的 -就是故事情節跟那個 -嗯 -劇情 -那個 -劇子 -它是一個重複的 -所以它很適合就是讓孩子就是跟著說 -然後也是如果是那個外語的 -也很容易就一直重複 -所以它很快就可以理解 -然後就可以自己來套那個劇情 -那我今天講這一本呢 -為什麼我說這一本我現在用來做大人也非常好 -OK -我先用 -嗯 -因為怕 -對 -我不會把整本都秀出來 -因為就會有 -就會完全問題 -我很快的就講一下好了 -然後 -好 -OK - -嗯 -嗯 -所以像你們應該看得到 -對這一本是簡體版的 -然後繁體版的翻譯是吃飽飽餐廳 -我覺得 -嗯 -繁體的翻譯大部分 -就以這本兩本比起來是 -繁體的翻譯比較好一點 -但這一本也有幾個地方我覺得翻譯不錯 -所以我在上課的時候我是綜合兩本的翻譯 -然後 -來做我覺得適合的 -那這一本是長古川一史的書 -然後它的畫風就是像這樣子 -乍看這樣 -我會覺得有點醜醜那種比觸 -然後顏色怪怪的 -可是呢 -其實你越看越覺得它真的是非常可愛 -非常搞笑 -那 -你看它那個臉 -還有那個顏色 -那比如說一開始我們會 -我會 -我這次是給零起點的 -就是上午課大概上十幾個小時到 -有一個 -他學的比較慢 -但他 -基本上十幾個小時到終極程度的四個大人 -我都用了這本書 -好 -然後它是這樣子 -好 -你看它這邊有一個這種一個 -一個飛行旗的 -吃飽了 -那它的故事就是這一家人 -這樣子可以嗎 -這是怪怪的 -好 -反正就是這一家人他們一起去餐廳 -所以它一開始就很簡單 -今天我們去餐廳吃飯 -所以這巨型就是零起點的巨型 -今天我們去餐廳吃飯 -然後就有一個服務員 -或者是經理 -或是代位的 -然後就說 -歡迎光臨請跟我來 -他就一直重複像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那他第一站就是先到了吃這種日式西餐的地方 -然後他畫面非常的豐富 -很滿 -但是又好可愛 -然後你看他就說 -媽媽吃了什麼 -我吃了什麼 -然後爸爸吃了什麼 -他就一直是這樣子重複的 -然後吃完這一餐 -所以它的句子就只有 -一開始這邊 -開動了開動了 -或者是 -就是日文 -應該是日文的那個 -的那個開動的那句話翻譯過來了嘛 -好 -然後所以就三個人吃了什麼 -然後其實他的畫面真的是很有趣 -你可以看他們這一個裡面的故事 -這餐廳裡面進行的各種活動 -那我給林奇點的 -就是初級的那一個學生的話呢 -我就不會去讓他看 -去跟他去看那個細節的部分 -我就直接就是 -因為他就是來 -來重點就是講 -他吃了誰吃了什麼 -誰吃了什麼 -誰吃了什麼 -那如果我說 -我其中有兩個是終極的嘛 -那終極了 -我就會這樣一頁一頁跟他們看說 -你看這個 -他們的長相怎麼樣啊 -餐廳裡面發生了什麼事情啊 -然後你看 -就是其他的客人是怎麼樣的 -餐廳的氣氛是怎麼樣的 -然後人是怎麼樣的 -那這是第一次去引入這個 -繪本的時候 -那他就像我說他是一個重複性的 -所以他吃完第一站之後 -台灣的翻譯是 -好飽啊好飽 -好飽啊好飽 -還想吃 -接下來吃什麼呢 -然後想吃 -這個他大陸翻煎餅 -其實就是那個大阪燒 -台灣是翻大阪燒 -所以你看他們吃出來了 -你看那個嘴啊 -然後臉可以看他們那個變化 -然後所以他們吃好了哦 -吃好了可是還還餓 -也不是還餓 -就還想吃 -然後就繼續吃 -那就到下一間去 -所以你看他的這個 -就又是跟上一夜是一樣的 -吃到了三位請跟我來 -好那所以呢 -接下來他就 -也是到下一站去 -然後就吃了這個 -一樣啊又好飽好飽 -可是還想吃 -又到下一站去 -那我這邊就很快翻過去 -我就不給大家那個 -對 -那所以他就這樣子 -一直吃很多家餐廳 -印度菜咖哩啊 -然後到非洲去想吃肉 -可是這一個是沒吃到肉這樣子 -然後又吃了那個麻糬 -然後吃麻糬 -可是這一邊的有趣的地方是 -你看兔子先生餵這個 -兔子小姐餵先生吃麻糬 -然後就那個太太就吃醋了 -然後就捏了先生這樣 -他就展現得很有趣 -那又又去吃魚 -然後又去最後吃了魚 -然後就說哎呀真的吃了好飽好飽 -好飽好飽 -真的吃飽了 -然後你看他們臉都已經飽成這樣子了 -就很可愛 -就已經仗成氣球一樣的 -已經變胖了 -然後最後他們就說啊我真的吃飽了 -那這個服務員就說啊好了知道請跟我來 -所以大家就可以停一下說 -欸你們猜他最後去哪了 -對當然最後回家 -就回家了 -然後說了一句說哎呀還是媽媽做的飯最好吃 -對所以這個是他 -就是整個那個整本書就是一個像這樣子的 -等一下 -對他整本書大概就是一個這樣子重複的過程 -那我那時候看到這本書我就覺得 -哇實在太讚了 -這完全可以適合我現在學生用 -因為我們教了一些吃的東西 -然後那個用了等一下 -然後它裡面有我想要的一個是好飽好飽 -然後還有吃飽 -就是學了飽嘛 -然後也學了吃也學了飽 -但是沒有學吃飽 -那我覺得因為我最近在上一些TCI的 -所以我想說欸就不要去想說 -欸這個是一個補語 -然後我要等到比較後面才教補語 -學補語 -我就覺得欸這邊這本書它就很好的 -可以引入吃飽 -這一個詞就是有個補語的這件事情 -然後還包括其實它裡面有很多餐廳 -去什麼餐廳去什麼餐廳去什麼餐廳 -然後呃 -所以我覺得它就可以用來給我的學生做一個整個 -就是前面學的東西 -那我就把它就是講 -那第一次講的時候 -然後我說的那個有一個學 -就是也是就是剛學沒多久的 -那他第一次聽他說 -我大概只聽我只聽懂50% -其實他整本書他當然是懂了 -可是因為裡面有一些 -一些詞 -那有些詞我是把它換掉了 -比如說那個大阪燒 -我也沒用大阪燒 -我也沒用什麼日式煎餅 -我就直接用日文 -因為他們在英文裡面好像也是那樣 -那麼叫做那個 -喔什麼什麼期啊 -好 -好 -然後就是有一些呢 -我是會課前 -我在講這個之前呢 -我就有一個暖身的活動 -然後我就說 -好 -那我先是把一些那個咖哩飯啊 -然後牛排啊 -什麼麵啊 -就是再 -讓一次才開始講 -那講這個之後 -大家就覺得 -欸那就這樣講完了嗎 -就並不是 -就是 -就可以再換 -為什麼我說這一本也適合大人 -為什麼我現在的 -我可以弄 -弄我的 -現在是 -很奇怪 -我現在講話 -可是他沒有把我螢幕放大 -所以 -發言者 -他只是羅撒老師 -他一直放在羅撒的螢幕上面 -嗯 -好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嗎 -因為他這一個 -吃飽飽餐廳 -他是全家三個人 -三口人一起去餐廳嘛 -那所以他的第一個 -他的第一個角色是說 -我吃了什麼 -我爸爸吃了什麼 -我媽媽吃了什麼 -那我第一次講的時候 -我也是按照原本的這個 -就是講了說 -欸我吃了什麼 -我爸爸吃了什麼 -我媽媽吃了什麼 -那所以學生他也可以理解說 -哦好就是這樣子 -那第二次我又跟他講一次 -那我就把他換成 -這個爸爸是主角了 -那爸爸是主角的時候 -他的他的說法就是 -欸我那一天就是嗎 -我們一起去餐廳吃飯 -那我吃了什麼什麼 -我太太吃了什麼 -我兒子吃了什麼 -然後所以又把上一次的東西 -又再講一次了 -那我就是我其實是有把這本書 -就是做成一個檔案給學生 -然後我其中呢就是 -我到底要怎樣把我自己 -螢幕變大啊 -現在一直是那個Rosa老師 -Rosa老師的螢幕是比較黑黑黑 -她的螢幕是大 -等一下是 -等一下 -嗯 -嗯 -好 -那可以看 - anyway -好 -那所以呢 -我那時候給的檔案是 -就我上課就是跟他講了 -說欸我吃了什麼什麼 -我太太吃了什麼 -然後 -嗯 -嗯 -拼 video -我自己拼我自己嗎 -因為就是通常 -應該是就是 -講話的人就是會是最大的螢幕 -嗯 -好 -那就是 -我在給學生上課講完了之後 -就是欸我吃了什麼 -我太太吃了什麼 -我兒子吃了什麼 -那就是這樣講一次 -那我又寫了一個版本 -是太太角度的 -那就是太太會說欸我們一起去餐廳吃飯 -然後今天我們我們去餐廳吃飯 -那我們去了呃我吃了什麼什麼 -我老公吃了什麼什麼 -我兒子吃了什麼 -那我就讓他回去說 -你要跟你老婆一起 -周末的時候一起讀這本 -繪本 -那你要講你的部分 -你老婆講你的部分 -那所以他到最後一頁就是回家了嘛 -那回家這一頁的時候 -就會改成 -因為他本來是說欸媽媽做的飯最好吃 -那我就是把它改成說欸 -欸我就是把它改成說欸 -我老婆做的飯最好吃 -然後太太的版本就是太 -我做的還是我做的飯最好吃 -所以那個他們就覺得是很可愛的 -就是他回來跟我講說 -喔我老婆很喜歡這本書 -對那老婆是她是台灣人嘛 -老婆是台灣人 -然後我以為我現在都教養女婿嘛 -那所以他們就是改成老婆的視角 -那我也就我也錄成影片 -然後讓他再聽一次 -就是這樣子 -所以他等於聽了三次 -第一次是原版的就是小朋友的視角 -我吃了什麼 -爸爸媽媽吃了什麼 -那個第二個就是老公的 -我吃了什麼 -老婆吃了什麼 -兒子吃了什麼 -然後再來就是老婆的 -就是他老婆來告訴他這個故事 -就是他老婆的input -我就沒說了 -那就這樣子就完了嗎 -就並不是 -所以到今天是怎麼回事 -為什麼今天那個一直是黑畫面 -這樣真的很奇怪 -好 -就是一直是黑的畫面 -就是 -但是黑妹我們看到你的螢幕是有繪本的 -好 -好 -那就好吧 -anyway -然後就是 -就這樣子是 -以這本故事本身 -就講三次了嗎 -那我那時候 -不是在上TCI的TPRS嗎 -那我就又給他用改改了一下 -我打開一下我的檔案吧 -對 -好 -那就是用那個 -嗯 -等一下哦 -好 -等一下 sod -好 -等一下 好,我分享一下 好,现在看得到是我的PowerPoint,对吗? OK,那我就把它用那个超人特工队 就是他们要去吃餐厅吃饭 那超人特工队 就是,然后呢,我一样就是那整个pattern是一样的 然后我就说,那天就是 以超那个Mr. Incredible 的视角 那就是今天我和我太太儿子女儿 去餐厅吃饭 那接下来呢,就是他就可以 这边是说,因为就学了这些 这是他学过的 那我就说,超人先生吃了牛肉汉堡 然后这个Lester Girl 他就吃了猪肉三明治 然后就吃,好饱好饱 可是还想吃,还想吃面 然后所以他们就那个,就说啊 知道了,这边请 然后接下来就是他们就去吃面 然后这也是学过的 就是哦,我吃了牛肉 牛肉意大利面,鸡肉拉面 然后鱼肉什么什么吃过的 好,然后所以用这个方法又又继续重复 那这个是我就是跟,就是我自己 我算是我自己改的 或者反正TPRS也是类似的概念 就是,好,那他们去吃蛋炒饭 那我就问说,那谁吃了什么蛋炒饭 这其实本来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是放在这边 然后我就问他说,好 那Mr. Incredible 吃了什么蛋炒饭 吃蛋炒饭,吃什么蛋炒饭 然后他就说,Mr. Incredible 吃猪肉蛋炒饭 好,那我就把猪拌过去 他就吃了猪肉蛋炒饭 那Elesta Girl 吃什么蛋炒饭 他说是鱼蛋炒饭 然后就把鱼拌过去 好,所以,然后他女儿就是吃了鸡肉蛋炒饭 跟牛肉蛋炒饭 好,那就,好不好还想吃 可是还想吃咖喱饭 好,那就知道了这边请 好吃咖喱饭 那我就问说,那吃什么咖喱啊 好,有黄咖喱,绿咖喱,红咖喱 然后他们就,他就又帮他们选了 就吃什么咖喱 那,再来就是吃葡萄 因为,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做颜色 跟那个食物的搭配 然后他就,哦,那就吃葡萄 吃葡萄,那就又帮他们选 就是吃葡萄 然后再,一样就是一直重复这个pattern 那,这就是 就是,就是在 在把这些 吃饱 吃了什么,然后还有 好饱这几个 就是一直这样子滚 那,之后呢,我现在就再弄一个 就会更 嗯 好,这里 就是,也是学那个所谓tprs 好,那这个就有更多的选择了 现在他就是那个超人特工会是我选的嘛 就整个是固定的角色 然后那个,他只要替他们点菜就好了 那这边就是好,他要先选一个角色 好,那谁,他,他 然后就选,好,你觉得是哪个是主角 今天我们的主角,他可以选一号二号三号 然后再帮他取个名字 然后取个名字,然后他有没有老婆 哦,有,有,那就有 没有,也可以,就是四号就是没有老婆 这样子,就没结婚 然后他有没有小孩,有几个小孩 哦,有,好,那都选好了嘛 选好了,那好,那我们今天就吃饭了 我们今天去餐厅吃饭 然后去餐厅吃饭,然后什么时候去吃了什么 去哪一家餐厅是中国餐厅还是意大利餐厅 那如果他选了是中国餐厅 那他吃了什么 是吃蛋炒饭 北京烤鸭 蛋蛋面还是牛肉面 所以他就在选 对,那这就是 其实我就用这一本的一个结构 就是一个一直延伸 就先从总结一下 就是原本的 就是小孩子的视角 我吃了什么,爸爸吃了什么,妈妈吃了什么 然后再来就是老公的视角 然后我吃了什么,老婆吃了什么,儿子吃了什么 再来就老婆的视角 我吃了什么,老公吃了什么,儿子吃了什么 然后再来就是我把它换成超人偷工队 超人偷工队,他就可以去选说 他们去餐厅,然后他们都吃了什么 然后他再弄一次 然后最后就是完全的就是换成新的就是他们吃 他可以选主角,他可以选他有没有太太 他可以选他有没有孩子,几个孩子 然后去哪一家餐厅 然后吃什么,就是再选这样子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一本 他当然适合成人也会非常非常 他本身就是适合小孩子的 所以小孩子的话呢 应该也会有更多的玩法 然后就可以,老师们也欢迎 如果你也用这一本 绘本话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 好,那我今天就大概讲这边 那接下来我们换Debbie老师给我们讲那个内裤 对,我们的白熊的内裤,该我了吗 好,大家好,我是Debbie老师 好,我要跟你们介绍一本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本绘本 它的名字叫白熊的内裤 我第一次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呢 其实是先看到德鱼版 看到德鱼版之后我发现 诶,这一定要有中文版 我赶快去买 因为他的会者 这个应该是日本的绘本作家 然后呢,你们看到 但你看到这本书的时候 我们一般来说呢 书的书封都会拿掉 都是丢掉 但是这本书你千万不要丢 因为它就是一条内裤 好,那小朋友看到你 把这条内裤拉下来的时候 他们就会开始 哇,就开始很兴奋了 因为小朋友,你们知道 小朋友他们对这种内裤啊 这种词是比较敏感的 他们会非常喜欢听到这些 比较特别的声词 好,然后当我把这条内裤拉掉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介绍 对,白熊的内裤 脱内裤这样子吗 当场脱内裤 就当场脱内裤 这个白熊呢 他找不到他的内裤 他有一点健忘 因为他可能就常常就不知道 就忘东忘西 然后今天是他找不到他的内裤 所以呢 他就跟他的好朋友小老鼠一起来找 然后我们就要开始找 他在找内裤的过程非常的有趣 他们就会先出现 看像这样这样子一张小小的图 这就是一条内裤 他们就要看说 白熊白熊这是你的内裤吗 白熊就要想很久 这个好像不是我的 这是谁的内裤啊 你看这里有红色 蓝色绿色 所以当我在教这本的时候 我的绘本主题就是认识颜色 主要就是颜色 因为他有很多的颜色 好,然后他们就会看 那到底是谁的内裤 原来是斑马的内裤 还有很多的条纹 对 好,然后呢 我们来看再看下一个 白熊白熊这是你的内裤吗 哎,这好像不是我的内裤耶 那这是谁的内裤啊 谁的内裤上面有黄色 还有这什么 棕色 还有薯条 有糖果 小朋友就开始猜啦 这谁谁最爱吃呢 谁的内裤上面会有这么多 好吃的东西呢 哦 原来是小猪的内裤 啊 朋友就觉得哇 好好玩哦 然后因为我们不能吃 这个可以玩好多东西哦 对 你就可以讲很多 就看你小朋友的中文的语言程度 因为我的一般来说 我的学生程度就是非母语 大部分是幼儿啦 但这本呢 可以讲到大概小学三四年级 真的没有问题 就看他们语言的词汇量有多少 你就可以发展很多的问题 好,那之后呢 反正就很多不同的内裤这样子 就可以看到 小朋友就开始猜啊 好,张女的内裤 对 还有很多的内裤 到最后呢 我觉得他最有趣的是 哎 到了最后一页 他看到了一条全白的内裤 这是谁的呢 好,他的故事解决就是 白熊他忘了 他自己今天穿了一条 全新的白色内裤 所以他就是内裤在 只是看不出来 他在 他在 其实看得到 看得到他就 因为他穿的是全新的 那白熊又是白色的 其实你靠近看是可以看到的 就是因为他是全新又很舒服 所以就是舒服到你感觉不到他的存在 所以他一直在找他的内裤 所以这本书 对,这种也是我说那种重复性的吧 对,就是他就一直在重复内裤 还有颜色啊 然后动物 然后不同的 换不同的动物 对 所以他的绘本就是要让白熊穿内裤 这样 可爱哦 所以他也可以让学生就去换 就可以让他们自己就去换成别的动物 然后设计不同的内裤 然后就 可以 我看你墙上面不是你做的吗 你的后面那支 买的啦 我们没有这么的厉害 还能买哦 可以的 我觉得这是我在台湾买的 好 所以白熊的内裤 它其实是一整套的啦 然后 但是呢 因为他的内裤上面的颜色 可以讲故事吗 对,讲完故事之后 我们会做一些role play 就会让小朋友去复习一下颜色 像是内裤的颜色 但是因为故事书上面 它绘本上面呢 它的内裤颜色比较花巧 所以我不会用那边的 所以这个的话 我们就直接认识颜色 红色、蓝色、绿色之类的 那是出版社配套卖的吗 不是 这个要另外自己买的 好 我们通常会先介绍一些颜色 可能就不支付 然后搭配一下字卡 如果是幼儿的话 可能就不太需要字卡了 就直接告诉他这是什么颜色就好了 那幼儿的话 我们就会玩一下 像这样子的活动 所以这个是在博客来上面演的 然后还是在什么 不是 好 我现在分享荧幕好了 告诉你们在哪里买的 应该很多人想知道 这里 好 先要讲一下 我看一下 这个 这个吗 好 分享 所以这个呢 是白熊的内裤 这套教材 好 你们可以看到了吧 这个 所以我是 这套教具是在这里买的 这是个Facebook上面的一个 美与幼教的教具杂物件 它是自己做的呀 它有一些是自己做的 自制教具 然后有一些是它从淘宝进的 所以我每次回台湾之前 大概前两个礼拜到一个月 我就要开始下单了 我就看它 它上面有什么教具我就买 然后就带回来 因为它 它自己本身是英文老师 所以它知道 小朋友需要哪些教具嘛 它小朋友 哪些可以吸引小朋友的教具 所以我在这里真的买了蛮多的教具 但是如果买不到的话 也没有关系 像这个呢 这个是我自己做的 是这样这样子的 对那你们看到这张照片 是我们的教学现场 因为这个只有一个 小朋友每个人一支 小朋友每个人一支 我会分两个人一组啦 每个人一支是有点太昂贵了 要看人数可能两到三个人一组 因为这个呢 是可以直接从网络上下载的 这是免费的 那它如果它下载的话 因为它是以它的原始版本 就是它后面就是 它原来的内裤的那个颜色 但是我们小朋友可能水平没有那么好 我们就 我就自己把它涂另外一面就涂成颜色 然后就可能两个人就互相玩说 啊 就我穿红色的内裤 然后白熊的小朋友说 我穿红色的内裤 然后另外一小朋友就把红色内裤给它 它们就可以这样自己玩了 就等于是复习了颜色的生词 然后也是说一下锯子 穿衣服 也可以 如果教它衣服的主要 可以到那时候给它换个带的 白熊带带帽子 然后就再给它做个小帽子什么的 对这也可以啊 所以它就可以教很多免生教学了 对还可以穿鞋子 只是我不是这种手工 对看到想这种手工好可爱 如果有人做好可以可以 可以自己做 这真的这个真的可以自己做 我会告诉你们 呃我现在应该要 你们觉得很容易手工就是 对很容易 对这个的下载支援 你只要在Google上搜寻一下 这个Polivare 这个它在它的keywords 你只要搜寻这个 你就会出现了这个 它等于是 它是免费的 然后我就把它的 我把它下来下来之后 把它改成中文 就像这样子 我把它自己把它变成 中文版的白熊的内裤 然后比较小的小朋友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做太多的 活动的时候 最后我们下课十分钟 就给他们涂个颜色就好了 它的白熊的内裤 它可以自己设计 它的内裤是什么颜色 它上面要有什么东西都可以 然后我给家长的话 我会做一个creaslet 就可能让他们自己回家 复习一下颜色 这是小朋友 小小孩 大概三到六岁 小孩会给他做这个 然后大一点的孩子 小学以上 他可以认字 可以做认读的 就让他们做一本小书 然后自己读 红色的内裤 自己做小书吗 对自己做 但是我们会把这个纸 先准备好了 他只是需要把它剪下来 订上去 然后自己读而已 那他可以决定 可能顺序或者是 他可以自己决定 这个可以的 他也可以自己决定 他要自己化内裤也可以 然后我们还可以再做 像唱歌这个 这可能就会在一开始 就会让小朋友唱个歌 这首歌是在 Litle Funk上面的颜色歌 我也有分享过去 可以听一下下了 既然已经分享到 我看一下 我先放到哪来 所以他 帮他找的是小老鼠吗 还是说 帮他找的是小老鼠 对 好 你要听一下吗 这个 这个还蛮可爱的 我们学颜色吧 准备好了吗 红色 黄色 蓝色 紫色 红色 黄色 蓝色 紫色 站起来 红色 黄色 蓝色 紫色 装个圈 高高 高高 举起手 红色 黄色 蓝色 紫色 坐下吧 好 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他有12种颜色 然后他连动作都帮你设计好了 这时候老师其实是可以偷懒的 所以小朋友看着这个视频 他自己就开始跳起来了 对 他就开始自己做动作 然后就说黄色 红色 蓝色之类的 所以他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 像是一个带动唱的活动 然后就先用这个导入颜色 对 一开始我们会先导入这个 就等于是导入颜色嘛 然后 然后他们就开始唱歌啦 然后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讲故事 讲完故事 我们就开始做这个 那个叫什么 这个 这只熊 这个rollplay 这个 然后做完之后 我们可以分组活动 再做这只小熊 所以这只小熊的话 这个我等一下会把那个 link放在注跟facebook里面 你们可以上去看一下 这个 所以这个是一个免费的资源 它是 应该是官方的资源吧 是他们自己做的 它是英语版的 但是它有 你可以看它有很多的活动 但是你可以自己改成中文啦 看小朋友程度 这个就是我刚才 我就用这个 你真的只要把它打印出来 剪下来就可以了 但是我 后面粘了磁铁 因为我想要让它穿内裤的感觉 所以 收到后面粘了一个磁铁 比较 粘性比较强的 然后这个就是那种 一般书局买的那种磁铁 它才可以真的穿上内裤 哦 好厉害啊 你看它的内裤 哦 有各种花内裤 它穿上那些花内裤 它都帮你 对 就是 就可以自己做啊 因为你可以用比较厚的纸 打印出来啦 我当初本来是想要买那种 因为它有一种是磁性的纸 就是一整张是磁性的纸 你放进去 所以整只熊都是有磁性的 但是后来发现成本 那只用机器印出来吗 那样印的 它可以 那个是可以的 那可以 我在虾皮然后找到 好像五张纸 就要150块台币了 后来觉得这个成本实在太高了 我觉得这样子也可以啦 小朋友就已经玩得很高兴了 嗯 所以加这么多内裤 如果你们买不到像我这种的 因为我是那个教具社买的 它不是每次都有 就每次就要去看一下 它最近出了什么教具 如果买不到的话 其实就用它的这个上面的资源就可以了 嗯 哭哭哭 好 有这么好的那个整个配套的弄起来 所以其实如果后面是再大一点孩子 就是或者是母语的 就是可以延伸还可以玩很多其他的 对 因为你母语的孩子你其实就可以讲很多啊 你说它是什么条纹的内裤 对 对 还有它的小猪内裤上面有什么 对啊 那小朋友通常就会很乐意跟你分享一下 他今天穿什么颜色的内裤 哈哈哈 就是他会告诉我们 我们这样一点点 他说好可以了 老师看到了 你是红色的内裤好可以了 哈哈 我们不需要太明清楚这样子啊 但是他们看到这个他们真的就会很兴奋 因为很多种不同颜色的内裤 所以我可以 你可以教颜色可以教衣服吗 因为内裤也算是服装吗 衣服的一种 然后穿呢 穿内裤 因为它有一页是穿跟带也可以 因为有一只兔子 兔子呢 它把它的内裤带在头上 这只兔 哈哈哈哈 对 穿跟带也可以带进去这本绘本 就是要看你们小朋友的程度怎么样啊 天啊 这个很赞 可以推荐老师们 好 这是我的分享 它是设计成比较长长的一本 这样子 对它是长的 啊 我就特爱这种 可以重复性 然后它就可以置换成别的 对 它自己去把 呃 白手也可以换成它别的 别的动物 然后它再换成别的 那个 去 去 创它自己的故事也行 而且可以很 对 而且重点是它还有这样子配套的 对 可以方便老实 太可爱了 太可爱了 是的 好 我来传连结给大家好了 对 好 我记得完了 谢谢 对这一本我们 我去找一下能不能 能不能 能不能 我去 我等一下上上上当当 去看一下 好接下来是换Kacy老师介绍 嗨,大家好,我是在瑞士的Cathy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绘本是这一本 安静也可以美丽 那跟Debbie老师还有Hamlet老师的绘本可能程度上面有一点差别 我觉得这本书可能是比较适合中阶的小朋友来阅读 或者是他们在教学上的使用 但它真的是一本非常美的绘本 我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下 我没有办法分享我的萤幕是吗 等一下 我要还你 好,可以 现在可以了吗 好,可以了 好,可以了 好,因为有版权的关系 所以有一些部分我就会比较快的跳过 那大家可以看到它其实在封面看起来 它是一种很沉浸的感觉 它这个作者是台湾本土的作家吗 对,台湾人 对,然后这个作者他比较会关注一些障碍部分的议题 对,生障部分的议题这样 对,然后我会买这本货本是因为它的封面就马上吸引到我 虽然我们可以看到它是黑色的 但是它里面的那个渐层的颜色 我觉得是很吸引视觉上面的吸引 那它一开始就给你了一个休止符 所以应该是说相较于那种很活泼啦 前面两位老师分享的很活泼 或者是视觉上面很活泼 或者是语气上面很活泼 这一本货本它相对来说是比较静的 对,所以它第一开始就给我们一个休止符 然后它第一句话就告诉你说 我叫小静,我听不见 那它一开始就有点破题法 所以它其实不是一本说教类型的绘本 它也不是介绍这个障碍的一个绘本 那它是用这个听不见这件事情去延伸出 其他的对于生活上面的观察 那它说我听不见音乐 但是我收集乐器 我把它们当作雕塑品 来欣赏 那在音乐会呢 无声的音乐会里面 我只看见指挥的手势 像飞鸟的翅膀 有时候像是柳树枝在风中摇曳 哇,天啊,这一本会让你起鸡皮疙瘩了 它是一种很深层的感觉 那所以我觉得可以适合中间或甚至大人 他会很有感触的 那他有很多手的姿势 那他说我们在家里是静悄悄的不是无话可说 所以是用手语在聊天 那有人说好像在看墨片 那有时候我会擦上指甲油 那有不同的颜色 正希望这部墨片是多彩多姿的 他说有一天他的妹妹送他一个陶笛 这个陶笛发不出声音 但是我吹了一下 发现我竟然听见了 妹妹问他说你听见什么 他说我听见一切 那接下来我觉得这一页是这本书的一个高潮 他说我听见湛蓝的声音 我听见弦乐的声音 我听见蜂蜜蛋糕香味的声音 和十一月的声音 我也听见小狗卷成一团的声音 泡泡的声音 睡不着翻转不去的声音 以及雪花在掌心融化的声音 和玻璃碎片的声音 我听见拥抱的声音 所以他这一本绘本呢 其实我们看到这边 会发现他用了大量的黑色 来衬托整个主题 那他并不会让你觉得说 很黑暗或者是很害怕 反而他用黑色作为底部呢 他衬托出来这个小镜 他的整个心境啦 还有他观察到的 那我觉得他很好的就是 我为什么说这一页是一个很高潮的部分 因为他是用很多的 很像排币的句型 所以这个部分在中阶的小孩 或者是学生身上 你其实可以练习到 我听见什么什么的声音 那中间的这个形容词 你可以把它换掉 所以他可以用很多的形容词 来形容声音 这个是需要有一些程度的孩子 或者是学生他才可以做到的 那他可以使用颜色 或者是声音味道 他都可以用形容的 把它形容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 我觉得很容易使用的 那后来呢 他会说这个部分 我就快速带过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这个画面 非常的美 这边开始活泼一点了 对这边也开始活泼一点了 那这边呢 就可以变成 初阶的孩子 他会比较利用的部分 就是你有看到有一个星期一 他说星期一是什么的声音呢 是各种糖果的声音 那这里呢 你就可以让孩子说 这个糖果是什么口味的啦 或什么颜色的啦 你可以猜猜看 然后接下来就是星期二 星期二他听到什么声音 那星期三 星期四这样子 对 然后他就是 你可以顺便让孩子们练习 星期 然后你回头的时候可以问他 星期几的时候 那小静听到什么样的声音 有一些是视觉上的声音 有一些是味道上的声音 那我觉得 他这张图好有动感哦 啊什么 这张图好有动感哦 对 我很喜欢这张的感觉 就是像是你跟他在一起的感觉 然后这些星星往你飞过来 那比较进阶的海学生 他甚至可以学到星系啦 或者是银河上面 我觉得这一个地方都可以带到 那比较初阶的学生 他可以学星期 那星期一到星期五这样 然后他会一直说说说说 说到星期六 那星期六早上呢 妹妹送他的那个陶笛 他就打破了 打破了 等于他要做一个故事的结尾 所以他说哦 因为这个陶笛打破了 我又回到了这个激进的世界 对 那但他说哦 没有关系 因为呢 妹妹没有受伤就好了 妹妹没有受伤就好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绘本 它是读起来是会很 心情很沉静的 就是会变得很安静的这样 那除了我刚才说 就是在那个 剧情上面听见什么什么的声音以外 抱歉我没有做PPT 所以我就因为有点临时 所以还有可以做部首的练习 我不晓得刚刚大家有没有发现到 里面有很多听耳朵声音 这一类的字 那他可以让学生去找出来这些字 耳朵还有听见的听 声音的声 甚至我们可以带到龙这个字 聊天的聊 那他其实都是耳部的 这个部分可以去带部首的部分 然后还有里面的这个手部 他有很多指 或者是打破的打 那我们可以让他去 在那个有很多手部动作的那一页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引导我们的学生 这个指挥的这个部分 有手 那我们可以去引导他说指挥的指 他的部首的部分 还有中间这个 有很多手语的这个部分 所以我觉得一部分会稍微带到一点点 就是这个听障的这个部分 他需要的功能 对这个是 看到你是黑的画面 就是现在关掉分享了对吗 啊 sorry原来是这样 好 这里 所以就是刚才我说的指挥的这一页的时候呢 指挥的指他就是手部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因为他手的意象非常的明显 所以可以让学生去连结这个指挥的指跟手部的这个连结 就是部首的这个部分 还有他在这一页的地方有非常多手语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就可以加入很多手字旁的字 在这一页里面作为一个进阶的一个字会的部分 然后像指甲的指也是手部的 然后指挥的指手语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蛮多可以讲的 就是看那个学生的程度 那另外就是说他非常的诗意 如果大家真的有机会去把这本书买来念的话 他其实是有诗的那种韵律的感觉 所以他不是只是单纯在讲一个故事 所以我觉得他会留在这个学生的心里面蛮久的 对我觉得我很谢谢Case老师今天介绍这一本 因为我说真的如果他放在书店里面 然后我看到我有可能不见得会打开他 为什么因为我看他的封面 我觉得他有点沉重 对他的而且说真的我有点有点诡异的沉重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然后我我比较不喜欢这样子的感觉的 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说 但是像有些那种你知道当代艺术啊 我去那个北美馆去看当代艺术 然后我说就是那种艺术家 有太强烈个人意识的那种 就是我会比较喜欢那种中国国那个国画那样子的 很田径式的那像刚才你再讲 你前面再讲我根本不夸张 我就我边听讲都起基比格达 就是那个画面 那个画面可以透过就是透过镜头 从瑞士的镜头 对就是你可以很强烈的可以 它是一本算很安静的书 可是它要传达的意念是非常非常强烈的 你跟这跟这样子的这种感觉 我不是 是完全不一样 就是那种书给你带来的感觉跟磁场 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所以其实藏鼓酸意识啊 你去看它后面几本书 这是它比较前面的 它后面几本书 其实它开始去讨论一些更深入的议题 虽然它表达出来也是很浅的 可是它后面议题很深的时候 它的画风跟它所透过的画作 所传达的那个意念 就真的是不一样 那个强烈感是不同的 对对对 所以通常那个画面里面每一页 其实它那个手 那个指挥的手 包括那个荡鞦韆的角度 就是这个作家 我得去了解一下它的背景 对因为它这本书太强烈了 太强烈了 因为它如果 因为我其实是怕娃娃的人 你知道吗 所以如果它放在 它放在 书得好不要摸到它 书得好不要摸到它 书得好不要碰它 真的 因为我讨厌一个娃娃 我也不就是 小时候会还好 可是现在我不知道哪一年开始 就是那什么娃娃 那个纸 那个叫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个 人偶那种 那种纸片 对那些我都不想去碰 然后什么那种小娃娃 那个布偶啊 玩偶啊什么偶的都不喜欢 所以但是我觉得在这里面 它整个 所透过它不只它真的 嗯 所以Case你是在 用在大概几岁 因为我觉得它很成年 或是也可以很 很那个大 就是说母语的孩子 甚至其实给中学的孩子 带他们去 就是去 感受里面的东西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 对我 我没有实际 用了这一本来教 对但是因为 有一个 我自己有一个故事会 那那个是常态性的活动 所以我们就会接触到 这样的这个题目的绘本 但是那是母语的孩子 所以他们在这个程度上面 也可以有一点这种抽象的概念 他们是可以的 对但是基本上这种 感觉的这个绘本呢 我们是比较少会呈现的 就偶一为之 对因为也会怕造成像 就你这种强烈的感觉 那你光看他的画面 你看他那个人 然后又有彩色 它是渐层的彩色 那种 其实 我因为现在 是透过荧幕啦 所以我在想 台湾的那个绘本的印刷 都通常蛮好的 所以他是不是 他那个彩色会闪吗 那个他的风 他彩色不会 不会闪 但是他这个是雾面的 OK 你可以想想像这个黑色 然后雾面的感觉 如果还会闪 那会更恐怖 那个有点太可怕 可能会加工 让他不要闪这样子 对 然后啊对 刚刚忘记讲 乐器的部分 我觉得有一些 程度比较好的学生 也可以试图让他 带入一些这种 比较终极的一些智慧 乐器的智慧 对 就是平常生活 比较少碰到的智慧这样子 这一本真的是 给母语班 因为我也会开母语的 或者是第二语言 但是是成人 对 不高中 你唱或者是成人 对 这是哪一年出版的书啊 这个哦 我看看这个 这个版本新的 这是 哦没有蛮新 2016 哦 那还 对啊 不算 不算太新 但是 但是他很 他不是很热门的那种书啦 是啊 是啊 你看就像 我有很多很多各种的 他 对 他的 他的那个画风 跟他每一页 你可以看他 他每一页的那个视角 你看他那个 那个叫做什么 乐器那页 它是从 就是下面的 它是放在位置下面的 对 然后 对 然后又飞起来的 对 有星空 对 画面 非常强烈的一个绘本 非常强 然后他角度一直在切 然后又有 他的那个 他的 他不是一个延续性的 让你说 哦 我就是 很固定的说我 我可以预期跟重复 就是像很多绘本 都是这种 嗯 对 就即便是像 呃 有机会我们再介绍其他的吧 所以他这一本真的 今天给我很 很强的一个 希望不要让大家太失望 这样子 这样是 对 因为那个 现在不知道 那个应该可以寄过来 只是 算了 回去再买吧 回去再买 嗯 嗯 所以今天非常谢谢 Casey 所以呃 有老师在线上 老师要顺便跟我们分享一下的吗 就是 那个在room里面的也是可以 有老师要 开一下声音跟我们 分享一下 那没有的话 我们可以呃 再约其他场 因为我们呃 有几位老师留言说 他们也有 绘本可以跟我们分享 或是他们怎么用绘本 做口语教学 口才教学 不是口语教学 口才教学 那呃 所以可以之后作为另外一系列的主题 就像今天这样 大概每人十五二十分钟 然后就来介绍来聊一下 我就觉得呃 大家就可以有一些想法交流 然后碰撞出一些新的东西 那今天谢谢 谢谢David老师 谢谢Casey老师 然后我会分享我的那个土挡夹 David已经 已经有我 有我其他三个那些夹子了吧 David 他抽奖抽到两次 然后 对我也忘了 你好像给我三个了 对那那 那那可以可以可以先欠着没关系 但你有新的再告诉我 我有新的 可是我现在都是 我现在收的新的东西都是比较适合成人 没关系啊 我也交成人啊 我的学生年龄是幼儿到老人都有 OK OK 那我给你另外一个 就是白十八老乡 像铁粉才有的夹子 好啊 好感谢 OK 那个没有没有 谢谢大家分享 然后谢谢Casey老师 所以等一下我 那个Casey老师给我 那个Gmail 我就可以把我的档案夹给你 耶 OK 好 谢谢 那我们今天先分享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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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